离婚后仍是朋友的明星前任 有人离婚不离家 第一位王菲里亚鹏 夫妻两人感情一直都很融洽 但却在2015年直接宣布离婚 离婚多年的两人还共同庆祝女儿生日 第二位谢贤迪波拉 当年两人都是港圈红极一时的巨星 也是最为火爆的明星家庭 在中年时期却选择了离婚 如今两人见面也像从前那样亲密 第三位江山高曙光 因戏生情的两人没多久就结婚了 但在女儿四岁的时候却离婚了 而江山和前夫也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 女儿也没有因父母离婚受到伤害 第四位吕良伟周海妹 两人也是属于闪婚闪离的明星夫妻 虽然后来离婚了但没有闹得太僵 即使多年后同台也是能合照的朋友关系 第五位张亮寇敬 爸爸去哪播出后张亮和儿子一炮而红 但却在2017年还是宣布了离婚 离婚后张亮和前妻也保持着朋友关系 还有网友调侃离婚后比梅里还要恩爱 第六位陈赫许静 初恋13年结婚的两人还是走到离婚了 虽然离婚时闹出了不少风波 但许静却一直为陈赫开脱 最后一位马景涛吴嘉妮 相差21岁的两人感情一直不被人看好 婚后吴嘉妮还为马景涛生了两个儿子 但十年后两人还是宣布了离婚 离婚后两人也还会一起吃饭照顾孩子 你觉得哪一对分开最可惜呢 你觉得哪一对分开最可惜呢